《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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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價格一路看法就是利好和利膽的因素 都是並存的 現在都還沒改變 只不過是在不同的時間點 市場的關注聚焦就是 在早之前就是俄股局勢緊張 各經濟都還沒放慢 還有中國最重要是6月的時候復工復產 那一陣子就令到市場預期 對原油的需求就會有一個的上升 到現在那個風向又轉了 經濟衰退影響原油的需求會減弱 但是因為供應都是偏緊的 所以油價我看 就是有些像剛才比亞迪那樣 就是在一個區間裡面上落 紐約旗油我覺得跌穿90美元的可能性 又不是說真的那麼高 但是升穿上100美元或者105美元 在說紐約旗油呢 因為紐約旗油最近都是比布蘭特的 那個價差是確闊了的 因為美國那些產油是多了 所以雖然中東這個OPEC油早就增產就有限 但是美國那邊的產油多了 出口多了都令到供應是放鬆了 現在我看過的走勢都是剛剛中海油也好 中石油也好 都是剛剛跌穿了250天線 這兩隻你都不適宜 就是要等低一點去買 當它是一個區間 因為中海油之前就是7月的低位 就見過9.2多的 我覺得你都要等它下回9.3左右 駁它是上落市來買 就在那個位置去 因為它都有個息撐住它 所以我又不覺得它會跌穿9.2 再跌很多 那落到9.3那些位置 我覺得就有一定的直迫率的 同樣地中石油就看回7月中的低位就是3.41 那你可以去到3.4那裡 我覺得都可以直迫的 反而現在三桶油裡面 就是386最近的走勢就強了的 你看到它的股價反而是 還是站在50、100和250天線以上 三桶油現在的技術走勢最強就是它 那如果選強勢股去買的話呢 就可以等它下回大概100天線 3.55那些位置去買 那三桶油盛在就是那個息高加上油價 都還是利好利膽因素 全不會說單邊的行程 ETNET專業版HV2股票報價系統 幫你洞息大局捕捉投資先機 即刻申請啦